戒掉宝宝睡觉吃手的方法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高晓敏 陕西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人医师 孩子呢在两岁以下呢 有一个口预期 就是孩子呢 他感知这个世界呢 他一开始呢 他的嘴巴是最敏感的 他对什么东西呢 他都希望放到嘴巴去感知他的软度呀 硬度他的味道呀 所以这个孩子呢 经常用嘴巴吃 尤其他在长牙的阶段 长牙阶段呢 他牙根比较痒 他也喜欢把东西放到嘴巴去咬 其实是缓解他这个牙根比较痒的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痒成 经常把手放到嘴巴里去这个习惯 这种呢 长期呢 他就有一定的依赖性 尤其睡觉前呢 孩子可能喜欢含着手呢 他就养成了这种习惯 这时候呢 强制的去改变它 是无效的 家长呢 只有通过睡前呢 给孩子讲故事呀 把他的手呢 放在肚子上呀 或者给他手里放个玩具呀 或者放个他感兴趣的东西啊 让他尽量转移注意力 但是我们也不建议给孩子含这个奶嘴 这样也影响他的这个牙齿的发育 尽量呢 还是用这个转移注意力的办法呢 让他嘴巴去说话 或者跟你共同的交流 让他这个转移注意力 不要让手老含在嘴里 实在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情况下 可以给他手上磨一点苦的 像苦瓜呀 这种对孩子无害的这个东西 他嘴巴一含 他就苦 他慢慢的 他就对这个排斥 也慢慢的就可以戒掉 这个含手的这种习惯 在那儿 这种习惯 三rence 侵畅